宇宙是怎么产生的呢 目前 宇宙大爆炸理论早已被物理学家们广泛接受 但是 物理学家们是怎么证明宇宙是在大爆炸中产生的呢 其实 在一些哲学家眼中 宇宙在空间上无边无际 在时间上无始无终 甚至在当年 连爱因斯坦都认为宇宙是静态的 为了证明宇宙是静态的 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中 加入了宇宙常数Lambda 这是因为 一开始 在没有宇宙常数Lambda的场方程 对整个宇宙求解释 爱因斯坦发现 这个方程得出的宇宙会膨胀 这违反了他的信仰 他觉得这肯定不对 他加入宇宙常数 仅仅是为了让场方程得出的宇宙不膨胀 从而得到一个静态的宇宙 在这个时候 192年 苏联物理学家亚历山达 弗里德曼通过计算得出 这个静态宇宙是个不稳定的平衡 这就好像把一支笔 用笔建立在桌子上一样 只要有一点扰动 它马上就会倒下 这样的静态宇宙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弗里德曼随即把爱因斯坦 原来的方程中的宇宙常数去除 经过他的反复推算 他求出了脉动的宇宙模型 以及一帐一缩 帐缩交替的宇宙模型 爱因斯坦认为 弗里德曼的论文错了 他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宇宙形态的问题 宇宙的状态是不随时间变化的 所以他建议杂志社不要刊登这篇论文 弗里德曼只好把自己的稿件 偷给了德国的一个小的数学杂志 该杂志在物理界和天文界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弗里德曼的工作虽然发表了 却没有受到同行的重视 到了1929年 美国天文学家哈勃迎来了一个改变世界观的时刻 当时 哈勃对银河系以外那些广阔空间中的星系 做了一个系统性的观测 他发现 那些遥远星系发出的光的光谱有明显的红移现象 所谓红移就是波长变长 频率降低 波的频率变小 在生活中我们也能遇到 我们知道无论光波还是声波都是一种波 比如 有一列火车朝我们开过来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鸣笛的声音更尖锐一点 这是声波的频率在升高 而如果火车是在远离我们 我们会觉得鸣笛的声音更低沉 这是声波的频率在降低 同样的道理 星系光谱的光波红移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所有这些远方的星系都在离我们越来越远 通过精准测量各个星系光谱红移的程度 哈勃发现这些星系远离我们而去的速度和它们到我们的距离成正比 哈勃发现的正是宇宙正在膨胀这个事实 既然宇宙正在膨胀 那我们就可以马上反推回去 以前的宇宙肯定比现在要小 如果我们继续逆推回去 那么宇宙就一定有一个开始 而且在一开始是一个极小的点 这就是大爆炸理论的起源 可想而知 爱因斯坦得知了哈勃的观测结果之后是个什么心情 他甚至专门跑到威尔逊天文台实体观测一谈究竟 在事实面前 爱因斯坦承认了宇宙膨胀的理论 并主动谈到了弗里德曼此前完成的 被自己错误否定了的膨胀宇宙模型 他承认这是他一生犯的最大的错误 并宣布放弃自己的静态宇宙模型 承认宇宙确实是膨胀的 1929年的物理学家描绘出的宇宙是这样一幅景象 过去的宇宙更热更密集 膨胀更迅速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宇宙变得更冷 密度更小 而且膨胀速度减慢 至于最后一项 也就是膨胀速度减慢这个论点 被后来的科学家们证明是错误的 我们后面会详细说到这一点 既然知道宇宙是膨胀的 爱因斯坦就放心地把宇宙长书那一项去掉 引力场方程变得更简单了 方程推算出的宇宙是膨胀的 而哈勃观测到的宇宙也的确在膨胀 现在一切问题都似乎解决了 但是宇宙大爆炸理论就像开启了潘多拉盒子一样 引发了物理学家们的一系列疑惑 比如宇宙膨胀的速度究竟有多大 宇宙大爆炸如何产生的各种星体 各种粒子比如电子 质子 原子等 是如何在大爆炸中产生的 欢迎来到天天读书会 这期我们解读的书是 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 作者尼尔 德格拉斯 泰森 这本书主要讲了以下这四个重点 首先 天体物理学如何推算出宇宙的起源和运行规律的 其次 天体物理学如何发现暗物质和暗能量的 暗物质还有哪些没有解决的问题 第三 宇宙就像一个生命体一样 它有个开始 还会有个终结 第四 宇宙学视角如何教我们看待自己 宇宙的膨胀速度 我们知道 根据现在的物理学发现 目前我们还没有在宇宙中发现有任何物体的移动速度可以超过光速 当然 这里说的是物体本身在空间中的移动速度 那么 宇宙空间本身的膨胀速度跟光速相比哪个更快呢 事实上 宇宙膨胀的速度是可以超过光速的 在宇宙大爆炸刚开始的时候 早期的宇宙的膨胀速度到处都超过光速 而在现在 那些距离我们特别遥远的星系 离我们远去的速度也是超光速的 这就意味着 这些宇宙里的遥远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太快 快到超过了光速 以至于他们发出的光永远不可能到达我们这里 也就是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看到他们 那么 物理学家们是如何发现宇宙的膨胀速度的呢 爱因斯坦去世后43年 也就是1998年的时候 物理学家索尔·普尔玛特 布莱恩·施密特与亚当·里斯 想测量一下现在宇宙的膨胀速度减慢了多少 他们有一些特别好的观测目标 叫1A型超新星 最初 这是一种双星系统 其中一颗星是白矮星 白矮星不断吸收临近恒星的质量 等到自己的质量增长到相当于太阳质量的1.44倍的时候 它就会突然爆发 变成超新星 这种超新星的引爆质量 永远都是太阳质量的1.44倍 它的亮度也永远一样 这样一来 天文学家就可以把1A型超新星当成标度尺来用 通过它们到达地球的亮度 就能精确知道它们距离地球有多远 但是 观测结果让天文学家惊掉了下巴 用超新星亮度测算的超新星实际距离 比用平均的宇宙膨胀速度计算得出的距离远了15% 这就意味着宇宙膨胀不但没有减速 而且还在加速 这个发现实在颠覆认知 但是经过科学家的反复检验 这个结果被确认是正确的 最后 三个科学家因此获得了2011年诺贝尔奖 物理学家只好再次把宇宙常数放回到爱因斯坦敞方程中去 只不过这一回它的数值得改动一下 变成让方程推算出的宇宙在加速膨胀 那么 是什么让宇宙在加速膨胀呢 这个跟我们后面提到的暗能量有关 我们在后面解释暗物质的时候再详细分析 至此 物理学家们已经确认 宇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宇宙是在大爆炸中产生的 过去的宇宙更热 更密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宇宙变得更冷 密度更小 而且膨胀速度在加快 那么 宇宙大爆炸是如何发生的呢 宇宙大爆炸的发生过程 当仰望天空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呢 你可能会想到宇宙之博大和生命之渺小 事实上 现代物理学家们 比我们想象的东西要丰富很多 也精彩很多 在之前 人们认为天上是神柱的地方 天上有天上的法则跟地上的完全不同 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是历史上第一个声称不仅仅适用于地球 而且更适用于整个宇宙的理论 这个理论解释了天体运行的规律 天上和地上在这个定律面前是平等的 可以想象 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 这个理论是一个多么震撼的发现 到了19世纪 物理学家发现 每个化学元素的光谱都有自己唯一的特征 物理学家对着一滩气体用光一照 看看它吸收的光谱就能准确判断 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元素 通过这个工具 物理学家马上就分析了太阳的光谱 在这时候 物理学家终于发现 太阳里的各种元素基本都是地球上也有的 无非是氢 碳 氧 氮 钙 钙等等 只有一个元素地球上没有 就是氦元素 不过元素周期表里已经给它留了位置 而且现在人类也可以在地球上制造氨 这是人类第一次得知 构成太阳的物质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 而是地球上也能找到的普通元素 物理学家们又分析了远处那些星星发光的光谱 结果也都是地球常见的元素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 虽然科学家并未离开地球 但是他们知道了太空中的物质 跟我们地球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如果真有外星人造访地球 他们乘坐的那个飞碟 也应该是用普通的元素建造的 而且宇宙中的物理定律 也适用于我们这里 比如随便考察一下太空深处的两个星体 他们的运行轨道在引力作用下互相影响 计算一下他们的轨道 正好也符合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既然如此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物理定律计算宇宙的起源 物理学家用天体物理学观测和计算的结果显示 我们这个宇宙起源于137年以前的一次大爆炸 我们已知的物理定律 是从宇宙大爆炸时的-43秒之后 开始起作用的 这就是所谓的普朗克时间 它是人类已知的最小时间存在 物理学一共有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力 引力 强相互作用力 弱相互作用力 电磁相互作用力 在普朗克时间之前 四种相互作用力是统一在一起的 描述那样的状态需要一个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统一在一起的物理学工具 而这个物理学工具人类现在还没有发现 从10的-43秒开始 引力就脱离出来开始单独起作用了 那时候的宇宙 还是个直径为时的-35次方米的小点 但温度极度地高 到10的-35秒的时候 强相互作用力和弱电相互作用力分开了 再后来 弱相互作用力和电磁相互作用力分开了 到了一万亿分之一秒的时候 宇宙里有了粒子 也就是夸克和氢子出现了 电子是我们最熟悉的氢子 这时候的宇宙里有夸克和电子 还有反夸克和反电子 2012年 物理学家通过模拟发现 在当时那个极端高温条件下 夸克和电子都可以自由行动 宇宙就好像是一锅夸克氢子周 这锅周里的主要现象 就是正反物质的产生和湮灭 夸克和反夸克 电子和反电子一旦相遇 就会湮灭并释放两个极高能量的光子 如果正反物质总是成对产生 成对消失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宇宙里 都是正物质而没有反物质呢 出于某种物理学家 还完全无法理解的原因 每十一对夸克和反夸克湮灭 就会留下一个正夸克作为幸存者 我们今天的宇宙都是这样的幸存者组成的 每十一次正反物质的湮灭 只会留下一个幸存者 这些幸存者实在太幸运了 等大爆炸的时间推进到百万分之一秒的时候 整个宇宙已经膨胀到像太阳系这么大了 宇宙的温度进一步下降 夸克们被三个一组束缚在一起 形成重子 也就是质子和中子 在这个时候 质子和反质子 中子和反中子之间 也在不停地发生碰撞烟灭 变成光子 正物质的质子和中子的幸存率 也是十一分之一 到宇宙大爆炸一秒的时候 宇宙已经膨胀到极光年这么大了 这时候 宇宙的温度开始变低 更低的温度 使得质子和中子结合在一起 形成原子核 其中 百分之九十是氢原子核 剩下的百分之十是氦原子核 其他的元素是极少的 可以忽略不计 在宇宙年龄是三十八万年的时候 温度继续降低 这让所有电子都被原子核捕获 形成了氢原子和氦原子 到宇宙年龄十一年的时候 这些原子在引力的作用下结合在一起 变成了恒星 然后这些恒星又组成了星系 在那个时候 宇宙已经有了一千亿个星系 每个星系里面会有几千亿颗恒星 其中 有些比太阳大十倍的恒星 会在高温高压之下 产生一些更重的元素 这些恒星后来发生爆炸 重元素被传播出来 散布到整个宇宙之中 正因为如此 今天的宇宙中才会有这些重元素 否则宇宙中就几乎只是氢和氦 又过了九十亿年 在宇宙中某个不起眼的地方 产生了一个恒星 它就是太阳 太阳所处的空间周围 有很多重元素构成的气体 这些气体在引力作用下慢慢凝聚在一起 形成了行星 其中有一颗行星 它距离太阳不远不近 正好允许液态水的存在 它就是地球 此后又经过无数机缘巧合 地球上产生了单细胞的生命 单细胞生命经过漫长的演化 最后终于有了我们 你应该听过这个耳熟能详的说法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亿分之一的幸运者 这是因为当初精子和卵子结合的时候 每一个精子中只有一个最终能进入卵子 形成树精卵 我们是这场竞争中一亿分之一的胜利者 但如果再考虑一下宇宙的起源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幸运程度远不止如此 构成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原子 每一个原子身上的每一个质子 中子 电子 都是正反物质湮灭之后 十亿分之一的幸存者 这些原子又神奇地通过特定的组合方式 构成了我们的身体 我们能出现在宇宙中难道不是奇迹吗 比奇迹更奇迹的是 我们不但存在 而且我们还回过头去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宇宙 你也许会问 宇宙大爆炸发生在137亿年以前 物理学家们是通过哪些痕迹来研究137亿年以前发生的事呢 这是因为宇宙大爆炸不但创造了宇宙 而且还给天体物理学家留下一个研究它的礼物 这就是微波背景辐射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前面我们说了 原子是在宇宙年龄38万年时形成的 在此之前的宇宙温度太高 密度较大 光子随时都会被电子碰撞 走不远 在大爆炸38万年的时候 宇宙已经膨胀的足够大了 光子终于自由了 它们在宇宙中飞翔 一直存在到今天 随着宇宙膨胀 这些光子的能量变得越来越低 到今天 它们的能量已经降低了1000倍 就变成了微波 遍布于整个宇宙 这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也就是说 如何区分宇宙大爆炸时产生的光子 跟现在宇宙新产生的光子呢 答案就是温度 1948年 美国物理学家加莫夫 阿尔菲和赫尔曼首次预测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存在 并推算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15K K就是开尔文温度的单位 1965年 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的庞奇亚斯和威尔逊 想要使用一根大型通信天线进行射电天文学的实验研究 但因不断受到一个连续不断噪声的干扰 使得实验无法进行下去 那个噪声的波长为7.35厘米 相当于3.5K温度的黑体辐射 几乎一整年 他们想尽办法跟踪和除去这个噪声 但丝毫不起作用 他们打电话给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 迪克向他描述遇到的问题 迪克马上意识到两位年轻人想要除去的东西 正是迪克研究组正在设法寻找的东西 宇宙大爆炸残留下来的微波背景辐射 彭吉亚斯和威尔逊因为这个发现 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就是物理学的伟大胜利 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真实的计算结果 跟最开始1948年 三位物理学家用理论预测的结果 差了不到两倍 1989年11月18日 美国发射的宇宙背景辐射探测卫星的观测表明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对应的普朗克温度为 T等于2.735K 2001年 美国又发射了精度更高的宇宙微波辐射各项异性探测器 最终给出的宇宙背景辐射温度为 T等于2.72548K 后来有个天文学家打了个比方来形容这件事的神奇程度 他说 这就好像一个人坐在房间里 预测某月某日将会有个直径50英尺的飞碟降落在白宫草坪上 而到了那一天 居然真有个飞碟降落在了白宫草坪上 只不过飞碟的直径不是50英尺 而是27.2英尺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在今天测不到 如果物理定律和物质在别处跟我们所在的太阳系不一样 如果元素光谱并没有那么简洁一致的性质 那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这个宇宙 上面我们讲了 关于宇宙大爆炸过程中 物理学家已经知道和确定的事情 其实物理学家还有没有完全弄清的事 比如说物理学家发现了暗物质 但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暗物质是怎么工作的 暗物质和暗能量 说起暗物质的发现过程 我们得先从望远镜说起 在望远镜刚刚发明的时候 它的放大倍数很低 既没有军事用途也没有科学用途 据说最早的望远镜被称为偷窥镜 因为很多人买望远镜主要是为了偷窥邻居 在天文望远镜发明以后 从某种意义上说 天文学家干的事和偷窥者差不多 只不过他们是充满好奇心的 在观察和我们相敌的星系 每个星系中可能有千亿 甚至万亿颗恒星 就好像星系围绕恒星转一样 星系中的恒星也绕着星系的中心转 而天文学家观察这些星系和星系团时 就发现了不同寻常的地方 1937年 天文学家弗里茨 自卫基仔细观察了一个后发座星系团 后发就是皇后的头发 它是由于这个星系团很像埃及王后的一个发型 所以命名的 自卫基在观察后发现 在星系团外面 绕着这个星系团中心旋转的那些星系的速度非常快 快得有点不正常了 我们来打个比方 地球绕着太阳转 由于太阳中心提供的引力够大 它能支持的地球公转速度就很大 但如果地球公转速度大到一定程度 它就会脱离太阳的引力 逃离太阳系 星系绕着星系团中心转 也是这个道理 自卫基估算了后发座星系团内部星系的总质量 以及能提供多大的引力 它发现这个引力 根本支撑不了外面星系公转的速度 速度已经高得超过了逃逸速度 那几个星系都应该早已脱离了星系团才对 它提出 星系团内部必定还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物质 提供了额外的引力 此后 天文学家们陆续考察了别的星系团 结果每个星系团都有同样的现象 最合理的解释就是 星系团内部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物理学家把提供多余引力的东西称为暗物质 计算表明 想要维持外面星系那么高的公转速度 暗物质的总质量 必须是已知星系团物质总质量的六倍之多 目前 所有的天文仪器都还测不到暗物质 物理学家推测 在已知的四种相互作用力中 暗物质很可能除了引力之外 其他三种它都不参与 暗物质不止在太空或地层深处 它就在我们身边 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房间里可能就遍布了一种特殊粒子构成的气体 或者说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气体 这种粒子可能比质子 中子都大很多 也很重 但是我们摸不着它 看不到它 就算用上各种星际仪器也完全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它甚至可以在我们的身体中穿来穿去 现在 物理学家正在上天入地去探测暗物质 他们把专门的卫星送上天空 在地底下挖了很深很深的坑 在实验室里用最高能级的粒子加速器做碰撞实验 都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两个暗物质粒子 但从1937年滋味记的发现到现在已经有80多年了 物理学家对暗物质的研究仍然没有突破 暗能量也是类似的发现过程 之前我们说了 1998年的时候 物理学家索尔·普尔玛特 布莱恩·施密特与亚当·里斯发现了现在的宇宙正在加速膨胀 于是物理学家只好再次把宇宙常数放回到爱因斯坦敞方程中去 只不过这回它的数值得改动一下 变成让方程推算出的宇宙再加速膨胀 那问题又回来了 宇宙常数到底有什么物理意义呢 物理学家现在解释不了 只好研习暗物质的命名传统称之为暗能量 暗能量提供了一种真空中的赤力 但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物理机制 我们完全不知道 经过物理学家计算 随着宇宙的膨胀 再过一万亿年 除了银河系的星体 我们在夜晚的天空中 将再也看不到其他星系的星星了 前面讲了这么多宇宙大爆炸的相关知识 那么 它们到底给人类带来了哪些思考呢 大爆炸理论带给我们的思考 宇宙大爆炸理论带给我们的 不只是我们对所处宇宙的理解 它更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宇宙学视角 所谓视角 就是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 宇宙学视角意味着什么呢 最直观的一点就是 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并不是因为我们而存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从地球说起 地球在太阳系中选择了一个绝佳位置 这让我们深感庆幸 一个适合生命生存的行星 必须得有液态水 温度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 轨道距离恒星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 而地球正好处在这样一个轨道上 像这样难得的行星 天文学家称之为内地行星 宇宙中能有多少内地行星呢 天文学家估计 只是在银河系中 内地行星就至少有400亿颗 在太阳系里 地球的确是非常特殊的 而人类这个智慧生物的出现 也的确是奇迹 可放眼宇宙甚至仅仅是放眼银河系 我们人类似乎一点都不特殊 这个宇宙不应该仅仅是 为了我们而存在的 当我们思考宇宙的膨胀的时候 我们会忘记地球上还有行色匆匆 忙于生计的人 当我们在跟踪行星和彗星运行轨道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忘记 我们个人的得失荣辱 因为不管我们怎么想象 宇宙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 从宇宙学的视角看 个人到底该如何自处呢 在纽约市某个博物馆 有一个关于宇宙的穷木电影 供观众沉浸体验 这是以一个人的视角 从地球出发 飞出太阳系 再飞出银河系 镜头越拉越远 这让人能直观感到 宇宙非常非常大 而地球非常非常小 这样的沉浸式体验 让人深受震撼 感觉到我们人类的渺小 但是 渺小感之外 我们应该还可以感受到 我们是跟宇宙连接在一起的 我们更自由了 因为构成我们生命的最关键的四个元素 氢 氧 碳 核弹 遍布于整个宇宙 这些元素都不是在地球产生的 它们来自早期的宇宙大爆炸 它们产生于某个大质量恒星 是恒星爆炸才使得它们在宇宙中传播开来 距离我们几十亿光年远的地方 可能就有个外星人 你跟它永远都不可能见面 但是 它身上的某个氧原子 和你身上的某个氧原子 是几十亿年以前 在同一颗恒星上产生出来的 宇宙非常大 但哪怕在遥远 如果考虑宇宙大爆炸的起点 宇宙中的每个生命体 都有深厚的源源 宇宙学视角的另一个重要意义 就是让我们谦卑 如果我们观察小孩子就会发现 小孩总是把身边一点小事 当成天大的事 比如玩具被其他小孩拿走完了 小孩就大喊大叫 他们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比眼前的事大得多的事 那作为大人呢 我们是不是也有同样幼稚的想法呢 我们是不是也会不自觉地认为 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呢 别人跟自己信仰不同 自己就要批评别人 别人跟自己政治观点不一样 自己就想控制别人 但如果我们有宇宙学视角 我们会觉得 人跟人的这些区别 真的是微不足道 对宇宙了解的越多 我们就越发现 个人的得失荣辱 在宇宙宏大的空间和时间跨度上 只是一瞬间 宇宙学的视角 让我们更谦卑 看问题更长远 人格上更自由 感谢观看天天读书会 如果你觉得 这期的分享有帮助 别忘了分享给自己的家人或朋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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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